当地时间9月7号 世界卫生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新冠肺炎不会是最后的大流行病 他呼吁各国应继续在公共卫生上投入 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好准备 谭德塞指出 近年来许多国家在医学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太多国家忽视了基本的公共卫生系统 而这是应对传染病爆发的基础 因此每个国家都必须对公共卫生进行投资 作为对更健康更安全的未来的投资 发布会上谭德塞还表示 国际卫生条例审查委员会 将于9月8号开始工作 以评估迄今为止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 国际卫生条例的功能 并对任何必要的变更提出建议 包括召集紧急委员会 宣布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方面